溜达车好像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完了 因为时期那边的点位 它是没办法吃到这个位置的内部信息的 而且这个位置也是有土坡堆着 挡着的 所以说吃到信息 以为这边没有 菊进大舱 这是要想保保车吗 完了 跟小鬼刚才一样的结果 老菊想把这个位置作为一个指点 结果舱里面人没落 是严严实实的 你从很有可能从你的那个方向行驶过来 你是观察不到载局的一个位置的 现在都是这样的 如果你能观察到 不就代表你能打得到吗 对啊 而且你看这个大舱的位置 现在FTY FTY和天鹿抢到了一块 从中央里边和旺仔 旺仔先行开枪 先瞄倒了一个 但是萨萨特意进行着补枪 旺仔也是倒地了 这一分 空爆 然后再回来 经验非常的丰富 侧面博良翔走来把旺仔按住 结果还是没有 而且自己的位置又比较危险 难受了 旁边的天鹿已经把队友救起来了 天鹿现在是一个满面 正苗完成一波对位的一打一 赵阳看到这种情况向后撤 但是博良这个位置啊 已经是被锁定了 对 因为博良去的那个位置很危险 所以他必会吃到道具 那现在只能看龙四哥的一个个人的发 天鹿就是人数优势完全不及 好 这边在打架 引来了MCG坦克的一个驻足啊 有点难啊 真的有点难 接下来他要根据信息量的一个搜集 来看一下有没有一些放点队伍 或者说有一些防守力度比较薄弱的点 去攻一攻 拖一下拖一下时间 冲冲过来放一放枪 冲冲这个位置也要撤 要不然也会吃雷 又吃了一颗雷 杜格还是丢过来的雷了 对了 MCG要组织进攻 已经从底不然还会有其他的道具丢过来的 对 巨幅来了巨幅来了 先排点 白龙马 哎 这两个人谁都没看到谁 然后相互之间做出一个动作 白龙马一丝 雪险胜 武弟弟再拉过来 哇 这个感觉爆点好像是有点着急的样子 武弟弟过来第一时间看的也不是白龙马的点 呃 他们两个好像第一时间没有队影 就感觉像是自己的队友一样 是的 就白龙马然后转身枪把冲冲秒了 回归也是 是的 两个人都是转身枪 都是这个近180度拉枪 对了 呃 这一幕很戏剧性啊 真的蛮戏剧性 有点好玩的 有点像对标重叠那感觉 武弟弟 这个雷炸到了两个人 都是财 两个人想要同时打血吗 没有 还是要留一个人架枪的 对 这颗雷的话应该是给自己有一个打包的时间 远点 挡一下西部的枪线 完了 这个时候武弟弟有没有投注 没有任何的投注 哎 进来 先打一个 然后再打一波拉扯 再过来 哦 但是对面人数太多了 怎么感觉大家的耳机不灵了呢 呃 很奇怪啊 可能是交流的时候已经外面的枪线 遮掉了一些脚步声 这个是赛场上经常会发生的事情 嗯 好 全形东切了 对 直接排掉了钢场北部 开始丢道具了 看一下队友 高德威已经拉到了侧面 可以帮队友架一下锅点 不过正面五位突破太快了 他主要是一个三级套外加一把Grosa 近战神器啊 安美原点刚刚落位 能给小路这边小架一下 但五位这个三级套装顶着一把Grosa 近距离的两个人确实很难顶 对 而且几乎没有这么补枪的位置 五位刚好是一个小反复能peak 嗯 补不上枪 后面天安美要来劝架了 高德威的背后两面都有人 被包了 这包了一拨饺子 其实是比较困难的了 走不掉的走不掉的 信息是被抓全的 好然后天安美的话 过来踩了风眼门这个位置 再跟CTG打一架 CTG王思拉身上道具很多 在这位置并没有使用 老思拉拉过来 直接秒了一拨头线 顺秒对方 这个街道效率会非常的高 然后再来观察一下 听一下周围的一些脚步声 过去看一下人 反应速度非常的快 这一拨定位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鲁鲁这颗雷是把王思拉给击倒了 打得非常的惨力啊 现在只剩小凡鞋一个 而且他在被远点small cc在修 就差一枪了 几个人在抽 不止一个吧 是的 MCGDT都在抽 RBS瞬间把悟空卡在了南边团面 好多人在抽 这波小凡鞋林博威部已经练到大城 但是没有用啊 这太多杆枪了 对啊 跟Jody还是开局的翻车 是吗 这位置就究极干了啊 后面17招给队友架一下的 马云龙还在屁股打掉两个可以了 还是被Monster打到了自己的背后 对 就拍到这个位置会吃到RBS那边的枪线压力 对的 为了去躁动了心了 已经从头到尾没有 右上角没有我的信息了 不行我不能忍了 NewHappy明明出枪 把12月打退 NewHappy这一波是两边开弓啊 一波泼水 侧面的南带是把鱼人一把762击倒的 鱼人倒地的位置 回去还是能有地形守一守就守一守 不过NewHappy从他那个战队特性来看 他也比较喜欢打拉扯 就这边给点压力 然后北边再给点压力 就我知道这边是两个 还是遇到经验非常丰富的NewHappy 但NewHappy这个点是吃道具的 看天地地的雷怎么丢啊 看NewHappy怎么躲 南南也回进一颗厕所的雷 有没有丢到 没有 压力确实有点大的 这个点真的吃道具 这坑里很难受的 现在就看DT手中还有多少颗雷 哇塞 还有这么多雷 还是要发起进攻的 要打了 投注真的差不多了 进攻性雷火道具 引爆载具是南南倒地 这样的话真面只有两个友诚力量 这个坑太自闭了 虽然反应过来回来接 但是位置真的太差了 嗯 他本来NewHappy那一波出手 想要在DT的过点位置 能不能先行击倒一两个 但对方已经是提前落好位了 没有办法 这么看过来还不如去选了 是吧 是的 这样看起来结果来讲 几分收益会更高 小组的小三倍从底部把12月击倒 鱼人跟Monster同时挖力 在跟马云龙的瞬间倒地 但是明直见把Monster击倒 双方各有人数的呼唤 DT笑开了环 马上就要来三倍 那毕竟是鱼人的AWM 打起来也受不了 哇 鱼人 还得还是他 就是他这一WM 真的太夸张了 恋爱双剧 名不虚传 重点是这把双剧 还是AWM 他打的是头 对 后面劝架的人终于来了 小组顶到了 北部来劝架的DT 本来这小组喝了 血味脉动的暴力火猴 想要试一试 跟鱼人掰掰手腕 结果发现没什么机会 这没法子呀 对面是鱼人啊 这个双剧 哇 这个近战 人家是在近战淘汰榜上的 确实 哎 单位烧到了 可近可远 嗯 但是什么事情不敢越过这个波啊 越过这个波就是被指甲 还是有点距离的 并不是 在很 去K头了 你看看 这两兄弟在攻特组 南边呢 刚才两兄弟是 折了一个 三位一磁血 你这样已经是拉下去了 全白 三门被穿烟穿倒 我瞄着阴风 直接是把三门命中头部给放倒 这两个人在打四个人的MCG都快打完了 只剩一个了 DT特决 崩了 杀疯了 杀疯了 真的杀疯了 呃 主要是MCG侧翼还有天路的压力 所以说MCG整个阵线是拉不开的 因为DT他作用他很清楚明白我自己所在的一个高点土坡的一个优势 我就应该把这个雪球给滚起来 这一场比赛其实在推边位置上面我觉得DT是做得非常好的 DT打开了八门蹲检 嗯 侧手里面喝旺仔 龙将军这个点位还挺稀的呀 这一直在全面动都不动完全不着急 是的 但是最舒服的还是SMS啊 在这个垃圾站的位置吃了好几个圈 吃到现在 这龙将军就好像是那个摆了个泪往这一站对吧 来嘛 谁敢挑战走一个底坡然后再拉上来 哎绕过去了侧面 哎哎哎 天路我趁着这个时间开始往顶部去进攻 听到了SMS在 啊 哎龙将军拉出来全摆 哎呀挑战成功 15个淘汰 获得龙将军的投掷物 以及他所有的弹药 金腰带 一交给Small CC 是的 但是Ninja没了 这局发挥特别好的选手 最终也被淘汰 这过点实在太平了 SMS 五两三拳 但是你一会儿不好下来 等会儿不好下 我们的左边 左边 我来帮你下 来来来 你们这个信息出现之后 杰鲁直接转过来 SMS 下一拨这个二人防守的位置 准确认是判断了这一拨的人数 可能会比较少一点 一丝血 刘晓彤的一拨补枪 天鹿现在已经占了优势 可以把队友抗回来 但那只剩下两个人 还在进攻地址 还没有解决掉 SMS拉到了圈外区 找DT打架 背身是给到了天鹿 娇阳已经在往两人区走了 那SAS呢 SAS后面还有一个进攻的角度 天鹿想要把场上 全部都收掉 天鹿在这样的局势里面 抓取了一波机会 直接把S下来 直加了 直加了 加此了意境 考虑的这颗雷 没有救好 一波拉枪 SAS 恭喜天鹿